齐大飞偶 齐国是春秋时代的大国,有次北方山戎国举兵侵入齐国边境,情势相当危急,因此向各国讨救兵,希望合力把敌军打败。 不久,郑国接到消息,马上派呼率大军援救。 呼年轻善战,打得山戎抱头鼠窜。 赢得空前大力,齐国国君对呼感激万分。 原本三年前,齐国国君第一次见到他时,有意将自己的女儿文江许配给他,但却被他拒绝了。 呼认为,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合适的配偶,而齐国是个大国,对于小国的呼而言,实在不合适。 三年后,呼帮齐国打退墙底,齐国国君又救世重提。 但太子呼仍然拒绝说,三年前,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时,都不敢娶齐国公主了。 如今,我因替你打倒山戎国,而娶公主回去。 百姓们岂不是以为我带兵援救你们,只是为了娶公主呢? 齐大飞偶是指旧时,凡音不是门当户队而辞婚的,常用此话表示不敢高攀的意思。 如这样的大户人家应该找门当户队的大家闺秀。 我是穷家小女,齐大飞偶。